爸爸我在地上里找到了这个 哇 我都馋的那么结实了 都被你找到了 对啊 我可是一个小神探 合格的小神探 我觉得你是一只小长猫 嗨 大家好 我是大石油 这个是红桐软米 就是在大地上站在那个红桐软米 红桐软米 你学的真像啊 对啊 我可是学画小大家 这个红桐软米一般都是用那个小米 红档还有红糖煮成的 对 他们一般出现在酒席过寿还有婚礼上边 对 因为它吃起来 甜甜蜜蜜 因为是的 我们的生活会美好 它还是设计的传统美食 现在我打开 让你们看看 给吃了一点 互相的甜这个 对 还有富相的严雅 对 你看 这里面有 这里面还有红豆的 红枣 对 还有红豆 还有这个 放的杯山糖 那个红糖 好香哟 对 它一般有两种吃法 一种吃法是煎的吃 什么意思 真的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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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今天晚上就来评测一下 哪个好吃吧 爸爸吃真吧 分两半 走 这个我们就分给真的吃吧 开始下锅 爸爸 我现在负责了蒸 你现在去煎吧 好的 把这地方的煎 你没开火 锅盖也没放上呢 回来 黑黄 没起 黑掉 哧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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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哧 三勺 四勺 四勺 五勺 爸爸我化好了 你的软米好了吗 马上就好 嗯 哦 嘿嘿 你们看 这个是爸爸 我蒸的 煎的 这个是 煎的 这个 又不香香甜甜的味道 这个像这种 是煎头女孩 啊 这个是我蒸的 烫吗 烫 嗯 现在我要尝一下味道 你们能觉得 爸爸 爸爸真的 真的好吃 还是我真的好吃呢 现在 我要尝一下味道 我都烫熟了 来 第一口 爸爸先吃吧 爸爸 满满的红豆 小心啊 哇 哇 这个上面有红豆 对底下有一个超辣红豆 红枣 我看一下味道 我先看 嗯 特别的甜 暖糯 有点像你吃的那个 冰粽子 对 我自然超爱吃的 冰粽子 不过这个软链就好吃了 不太烫了 不太烫了 好吃吧 嗯 超级甜 嗯 超级甜 超级的冰粽 爽 甜比甜 嗯 那就更甜了 甜上加甜 嗯 你看这个 谢谢 哎呀 对 我来咬一下 到底是煎 真 煎的好吃 还是真的好吃 现在要 破出水面咯 哇 要不这样子 嚕嚕就 消了 嗯 嗯 这个也不错 你尝尝你的手艺吧 我看看哪个更好吃 人家都说不少 这个煎的水分没有那么多 嗯 嘴这么大 嘴这么大 你觉得哪一个好吃的 嗯 我觉得我的好吃 对对对我也觉得这个 嗯真的好吃真的更加的甜 对更加的糯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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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 我是火星泽 怎么办 YES 好大的红豆啦 好吃吗 嗯 我都挺好吃的 嗯 我觉得真的更好吃 就是这个红红丸米 它的真正名字 就叫红红蒸饭 就是真的吃的饭 对红桶蒸饭 对红桶蒸饭 这个红桶也很有名的哦 对这个红桶是 苏珊清洁里面那个红桶 对就是苏珊米粮红桶 那个红桶 对 好了 今天的本期节目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话 再给我一个 喜欢的料菜 再见哦 我觉得真棒好吃 拜拜 嗯 对红桶